明年是蛇年,老人说青蛇逢双春,四个生肖要穿红,指哪四个? 不知不觉,已经进入农历八月,今年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就要结束了。 明年我们将进入2025以四蛇年。 从杨历来看,2025年1月29日农历蛇年开始,到2026年2月16日结束,共计384天。 明年蛇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,有啥说法,我们赶紧了解一下吧。 2025年是蛇年,如何推算出的2025是蛇年? 这里的蛇并非是动物,而是代表十二地之中的四。 十二地之分别为子、丑、银、卯、尘、四、五、位、身、有、须、害。 古人根据天空中星星运行的周期性规律,总结出了十二个地之。 他们注意到,某些动物的活动习性似乎与天空中的星象变化有关系。 比如,老鼠会在深夜子时打洞,牛则会在凌晨丑时返厨,虎则会在银时捕食等等。 由此把十二地之与所对应的动物结合,就成为了十二生肖。 蛇年,指的就是甘之纪年中包含四个年份。 如庚四年,以四年,丁四年,物四年等等,都是蛇年。 判断一个年份是否为蛇年,还可以通过将该年份除以十二进行推算。 如果余数为五,则该年份即为蛇年。 例如,2013年以及2025年除以十二的余数都为五,因此2025年是蛇年。 明年蛇年,有啥说法? 今年2024年的农历年没有润月,但2025年,也就是明年的农历年将有一个润六月,全年共有384天。 值得一提的是,明年还是一个青蛇年。 2025年,在甘之纪年中为以四年,我们的老祖宗认为世间万物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,它们之间相生相克,循环不息。 而天干仪属于木,木对应的颜色是青色,代表着春天、活力,似为十二生肖中的蛇。 因此,明年2025年是青蛇年。 明年蛇年,有啥特点? 明年也是一个双春年。 双春年并不是说有两个春天,指的是明年会有两个立春节气,这与润六月有关。 农历和公历是两种不同的历法。 农历基于月向变化,而公历基于太阳的运行规律。 因此,两种历法在时间上会有差异。 如果不进行调整,随着时间的推移,农历季节将会逐渐与天文季节脱节, 导致四季颠倒。 为了保持农历年与回归年的同步,古人采用了滋润的方法。 具体来说,就是每隔二到三年在农历中增加一个润月, 使得农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。 而正因为有润月的存在,就会出现一年之中出现两个节气的情况。 翻开日历,我们可以发现, 2025年的第一个历春时间为2025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六, 第二个历春时间是在2026年2月4日农历腊月时期。 因此,明年也是双春年。 明年是蛇年,老人说青蛇逢双春, 四个生肖要穿红,为什么要穿红? 红色在我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吉祥、喜庆、祥和的颜色, 特别在过年的时候,像春联、灯笼、鞭炮、窗花等等, 都是红色的,这样的颜色让人看着就喜庆。 为什么四个生肖要穿红? 在我国民间,自古便有本命年犯太岁的说法。 太岁,又称穗星、穗君,是道教所尊奉的神奇, 在三命通会中有载, 扶太岁者,乃一岁之主载,诸神之领袖。 当年当职的太岁被称为植年太岁,是一岁之主载。 根据民间信仰,个人出生时的属相与当年的属相相同时, 即称为本命年。 在这样的年份中,人们很容易冲撞太岁, 因此民间通常把本命年也叫做嫁年, 意味着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进一道价, 需要特别小心谨慎。 为了化解太岁带来的不利影响, 民间形成了许多习俗, 其中穿红是最为常见的一种。 古人认为穿上红色衣物可以驱鞋避凶, 保平安,寄托了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。 其实,太岁在天文学上指的是穆星, 在古代,人们通过观察穆星在黄道上的运行来纪年, 穆星每十二年绕行黄道一周, 因此也称穗星。 随后古人又发现, 穆星的实际公转周期并非严格的十二年, 而是约十一点八六年, 存在超次现象, 即穆星实际所在星次会提前于人们认定的星次。 古人就假想了一个更加符合运行规律的新穗星, 即太岁。 太岁每年走一个星次, 十二年走十二个星次, 既不会迟到, 也不会早到。 这样, 太岁就成为了一个假想的完美的木星替代者, 用于纪念。 二零二五年, 那四个生肖要穿红。 二零二五年是以四年, 这也是生肖蛇的本命年, 因此, 生肖蛇要穿红, 除此, 与流年太岁存在形, 冲、破、害关系的生肖也需要穿红, 分别为生肖猴、 生肖猪、 生肖虎。 还有哪些人要穿红? 为了图个吉利, 一般年龄逢明九和暗九的人也要穿红。 明九, 指的是年龄中带数字九, 如九岁、 十九岁、 二十九岁、 三十九岁、 四十九岁, 古人认为, 九是阳术中的集数, 物极必反, 因此逢九年可能会有所不顺, 因此, 需要穿红。 暗九, 指的是年龄是数字九的倍数, 如三十六岁、 四十五岁、 五十四岁、 六十三岁, 古人认为, 暗九年更加隐蔽, 人们可能更容易忽视其潜在的影响, 因此, 也需要穿红。 除此之外, 老人、 小孩也都会在新年穿红图个吉祥如意, 虽然穿红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, 但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 如何穿红? 穿红并不是说全身都穿红, 而是选择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红色物品来穿戴, 像民间就把红内裤、红腰带、红袜子称为老三样, 是过年时人们常穿的红色物品, 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。 总结, 明年是蛇年, 有着青蛇逢双春的说法, 所以说这个年份很不一般, 老人提醒, 四个生肖要穿红, 分别是蛇、猴、猪、虎, 除此还有逢暗酒和明酒的人也要穿红。